古人的浪漫好难懂 根据古书记载 古代情人会送给对方什么 代表定情信物 A 穿过的鞋子 B 咬断的指甲 请作答 作答 你为什么选咬断的指甲 我们有几个逻辑来看 因为对古人来讲 鞋子是很珍贵的 OK 好 那所以呢 这个指甲呢 是属于身体的一个部分 所以身体法夫受之父母 我把父母给我的身体法夫 我都送给了你 表示我愿意跟你信心相应 以命换命的 这样子的愿意跟你在一起 或是姐姐说头发 对… 属于身体的部分 做来定情是比较有可能 那事实上古人做的定情的 这个东西是非常非常的多 包含送一个丝帕 因为那个织紧有横的有直的 对 它织部的那个 功法 筋纬 对 那它有一个含义叫做 我送这个丝帕给你是 横也相思 竖也相思 相思不断 对 那我们还要 就直接宣布她冠军就好了 我都在讲好了 很好看 很幸福 应该是 来 请公布正确解答 正确答案是 B 咬的很直角 年姐说得没错 古代中国人非常重视指甲 为什么 因为身体法夫受之父母 所以呢 古时候恋人送给另一半的礼物 如果能够越贴身代表情越真 一万三再加一千 哇 来 两位请回来 这一回是第一轮嘛 所以总奖金一万四 是由我们美人获得 请入账 直接灌入美人姐的账户 你现在存款有两万四 马上就领先大家了 哇 对不对 亲戚称位还是分不清楚 爸爸的妹妹称为姑姑 那请问姑姑的儿子称为什么呢 A 堂兄弟 B 表兄弟 请作答 每个人都有选择 因为都会想到自己的姑姑 你叫她什么 表兄弟这样 对啊 这个其实很好判断 跟你同性的就是属于堂的 跟你不同性的就是属于表的 好 解说这么清楚 来 请公布正确解答 正确答案是 B 表兄弟 入账五千 好 这一轮也是开了五千 五个人都答对嘛 对 而且你刚刚讲的黎木一郎 我们要不要往前推一下王真志 王真志都做新干线的 所以他都站在车窗前面看 电线杆 这样子 对啊 我发现你越来越夸张了 王真志的书有写的 对 所以他们是这样训练的 训练 要训练 当然是宇球对眼睛才有帮助嘛 对不对 来 请公布正确解答 正确答案是 B 宇球 好 再加五千 耶 一万了 今天这场 这场胜负未定 对 我选A是因为我的教书经验 因为我们以前在补习班教书 我们这个压力是比较大的 所以我们大概 像我那时候的讲义 每十五分钟 我大概知道讲到哪边 大概就是十五分钟 我们就要电一个笑话 好厉害 对 我们一定要这样子 因为不然的话那个 为什么说补习班老师 很会讲笑话 学生比较愿意听 就是因为我们有 有这些节奏的安排这样子 这边有一个补教老师 对 好 我先出 人家听完没人直接讲 我就想 知道 好 来 请公布正确解答 正确的答案是 Yes 十五分钟 根据路易西安娜州立大学的 学术成就中心研究发现 专注力的时间长短跟年龄成正比 怎么说呢 三岁的小朋友呢 他的专注时间其实只有十分钟 四岁就往上一点 四五分钟 五岁大概二十到三十分钟 六岁的时候 足够专注力就可以干嘛 进小学了 但是呢 数位工具的发达 带来生活的便利性 但是造就了我们容易分心 就像瓜哥刚刚说的 因此又有研究指出 现代生活这些大量的资讯又这么快 我们的专注力其实下降到十五分钟 近似于中班大班小朋友 真的吗 好 来 请 接中请 戴定区 来 近四千一万四 很会累积耶 主持人需要八面玲珑 请问八面玲珑最早其实是在形容什么 A 表演手法 B 建筑装潢 请作答 如果四个都淘汰 这个奖金会累积到下一段 是 念环呢 玲珑宝塔 好像是在文学里面有 玲珑宝塔 所以我选B 你要先了解八面是哪八面 它有东西南北四个面 然后东北西南西南那个 对 斜边的 没有 它应该像那个八卦 对 八卦 它其实是这些方面都要考虑到 这样子的一个 我认为应该是建筑的这个 玲珑宝塔也是八个角形 来 请公布正确觉得 正确的答案是 B 建筑周华 在富德彭祖楼送杨宗德归徐周墓 这首诗当中呢 卢伦描绘彭祖楼的环境 称它四面八方都有宽大的窗户 所以采光非常的好 那洁净明亮的直逼仙境 那因为它八面都透光 所以称为八面玲珑 后来呢才演变成为形容人 言行手段都非常巧妙 因为它已经快接近原型了 对啊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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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 四千块请录制 一万八 一万八 来 员工最讨厌的行为你中了吗 根据求职网调查 台湾人最讨厌主管的哪个举动 A 专段独行 B 决策反复 请作答 决策反复啊 来 美人 这就完全按照我自己的行为 来这个判断的 对 你们三个都选一样的 我的员工都是这样跟我讲的 所以甚至有时候 这个我做完决策之后 他要我划压 因为我下次就会跟他讲 我有这样讲吗 哪个证据在那边呢 就证据在这边 你划过牙了 对 我划过牙了 聂华 好 老板 不要看 我是以我讨厌的行为来选的 好 决策反复 好 请公布正确几档 正确答案是 B 决策反复 三千块 好 清楼竟然不是封城场所 请问古代的清楼 其实是什么样的地方 A 交易货物的场所 B 帝王的宫殿 请作答 有陷阱吧 那因为清楼为什么讲 交易货物的场所呢 因为这个是不是 做生意的地方 所以它一定有饮食 然后呢也有一些娱乐 对不对 所以我觉得我们听啊 通常听过一句话 叫清楼女子 对不对 所以有可能是在服务 这个交易过程里面的 一些助性这样 所以我是用这样去判断的 正确答案是 B 帝王的宫殿 其实在捍卫时期呢 清楼这个词 其实是褒意 它的原意为 亲戚粉饰之楼 也就是比较华丽的房子 那个颜色很特别 对有的时候也可以作为 豪门之家的代表 那三国时期呢 曹植他有一首诗说 清楼临大陆高门截崇关 那唐洛宾王也曾经说过 大道清楼十二崇 这样的诗句 都是在战域称域帝王豪门 所住的宫廷楼阁 富力堂皇 对 那这样子的话 这个奖金两万 是累积到第三轮 决 赢者全拿 来 两位请归队 是的 最后的决赚金 所以我们这轮就没有人得到 不能入账 因为你们没答对吧 在台湾生活的成本 并没有想象中高 请问哪一个亚洲城市 生活成本最高 A 新加坡 B 香港 请作答 不好选 不好选 请作答 请 看到没有 这一题真的不好选 对 感觉都很贵 对 我的感觉 因为新加坡的房子 香港的住房是非常非常地紧张 而且都非常非常地高 所以它 你想想它的房子这么贵 它的租金就贵 那店面的租金贵 东西一定也贵 我是这样子联想的 所以选择A的一定有它想法 Battle ATM Who dares to battle 拜托ATM 谁敢来Battle 订阅拜托ATM的YouTube频道 等你来Battle